這個點給他一個名字好了 這個叫P 這個叫O 這個叫Pプラム 我們來猜猜看喔 我跟你講文組同學我們來猜 他這個題目是說 第一次的選項是說 過這個Q點 然後跟直線L平行的直線 一定會通過這個點叫-S-T -S-T這個點一定會落在這條直線上 你覺得對還是不對 如果是你考試你這個選項會選還是不選 就是你覺得這件事情對不對 如果你圖畫出來你感覺這件事情 就是用感覺的 我們有一點Fu 你不見得會做 但是你用感覺的 你覺得這件事情對不對 這個點一定會在這條直線上 你覺得合理還是不合理 你會不會選 我問劉子敏 如果是你考試這個選項 第四個選項選還是不選 如果是你不選 我們要不要把題目再看一次 他這個題目是說 過這個Q點 然後跟這條直線平行的直線 一定會通過這個-S-T這個點 對吧 -S-T這個點跟ST這個點的終點是圓點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懂的 他的題目就這樣問 如果是你選還不選 選對不對 同學 我跟你講他是對的 擺D這個選項是對的 好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為什麼他是對的 其實是可以講理由的 為什麼 這個如果用國中生的講法 來 那個所有同學看我這邊 如果你要解釋給國中生聽 其實國中生也聽得懂啊 來 所有同學看我這裡 同學我問你喔 這一段長度啊 跟這段長度是不是一樣 所以如果你今天把你的焦點 focus在這一個三角形 同學你看到這個直角三角形沒有 來 這個直角三角形 同學我問你 這個HR是PQ的什麼點 這叫終點 這個O是P跟P'的什麼點 終點 三角形兩邊終點的連線 一定會平行第三邊 對吧 這國中生就知道對不對 所以這一題就對了 就結束了 同學 這個跟這個是平行的啊 所以你過這個Q點 畫一條平行線 一定會通過這一個點啊 這不是廢話嗎 對不對 這國中生就可以理解了 我再講一次 因為你發現這個點是終點嘛 對不對 這個題目設定好了 這個是終點 這個點也剛好是終點 國中就有學這個重要的定理 三角形兩邊終點的連線 會平行第三邊 而且長度是第三邊的一半嘛 所以你知道這個跟這個是平行嘛 所以過Q點 然後跟他平行的線畫過來 當然是通過這個點啊 這不是理所當然嗎 太合理了 國中生就完全可以接受 不過身為一個高中生啊 這個題目 我還可以再用另外一個角度解釋給你聽哦 來 所有同學看我這邊 我上面再畫一條水平線 哈囉 過這個B點再畫一條線 請問你哦 這一條線的方程是你會寫嗎 我告訴你 這一條線跟這條線是平行的 所以它們有相同的協律 這一條線叫做3x 減掉4倍的y 一般來講我會令它叫做k對不對 然後把s跟t帶進去減k 但是你現在可以直接帶 s跟t帶進去 它會檔於3倍的s 再減掉什麼 再減掉4倍的t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知道我在講什麼對不對 這一條線就長這樣 然後我們上次有講過一個觀念 這觀念文組的同學可能會覺得有點難 但是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 這個觀念你稍微聽一下 同學這條線跟這條線 這個有點像分點公式哦 中間這條線 你看這個距離是不是剛好相等 所以你把這條線跟這條線 相加除以2 我跟你講 就會得到中間這條線 所以你知道這條線的方程式 也知道這條線的方程式 你可不可以猜猜看 這條線的方程式長什麼樣 這條線的方程式叫做3x 減掉4倍的y 來 你告訴我它會檔於多少 你猜猜看啊 這兩個相加除以2會變成他哦 所以他加他除以2會變成0 換句話講 這裡的常數相應該是誰 應該是-3倍的s 然後再加上4倍的t 對不對 然後同學你檢查一下 這一條線有沒有通過這個點 你把-s-t帶進去 -s帶進去是不是-3倍的s -t帶進去是不是加4t 等號會成立 所以沒有錯 這個點真的在這條直線上 當然這樣講 有些同學會說 老師這樣好難哦 沒有關係 反正就聽聽看 聽這個感覺 聽不懂就算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不過這個題目你也不用搞得那麼複雜 像剛才子明就講的就不錯啊 就是有感覺 這個圖你畫出來之後 你就覺得這個點感覺就在上面 這樣就好啦 第四個選項你就打脫 這樣好不好 來我們看最後一個選項 最後一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哦 哈囉 最後一個選項 最後一個選項他說 O表示圓點 圓點在這裡對不對 圓點在這條線上 然後他說什麼 向量OP加向量OQ OP向量 加上OQ向量 這兩個向量相加 跟向量PQ的內積一定是0 內積是0代表他們會怎麼樣 代表他們會垂直 所以他在問你說 這兩個向量合成之後 跟這個PQ向量有沒有垂直 他在問這件事情 因為他說內積一定是0對不對 好吧 來我們來看這邊哦 來同學我問你哦 這個是OP向量對不對 OQ向量在哪裡 OQ向量在這邊 所以這個OH向量 我這樣寫好了 來同學看我這裡 同學向量是不是有分點公式 對吧 然後這一段比這一段是1比1 所以我們從向量的分點公式 我們知道 這個OH向量 他會等於比例相加 分支交叉相乘 他會等於1 2分之1的OP向量 再加上1 2分之1的OQ向量 我這樣寫你可以接受嗎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 這30不是貢獻嗎 然後這不是1比1嗎 然後這個OH向量 是不是寫成OP跟OQ的線線組合 那個叫向量的分點公式 比例相加分支交叉相乘 所以從這裡你就發現 哦 蘇德斯港 OP向量加上OQ向量 他其實會等於什麼 兩倍的OH向量 知道嗎 對不對 然後同學你就看圖嘛 OP加OQ等於兩倍的OH OH在這裡兩倍的OH只是比較長而已 那請問你兩倍的OH向量 跟這個PQ向量有沒有垂直 你看圖 OH是這裡嘛 兩倍的OH只是讓它變長度變兩倍 兩倍的OH跟PQ有沒有垂直 當然有啊 所以第五個選項怎麼樣 第五個選項也是對的 叮咚 好 這是哪一名考慮 960學測 這個題目出的很棒 我跟你講我個人很喜歡這個題目 答對率不算低 不算低 我覺得還好 但是裡面的觀念滿重要的 這樣好不好 好吧 我們今天就先這樣囉 我們下禮拜再見 2019年我們再來研究下一個觀念 好 謝謝嘉峻 Thank you 大家新年快樂 Thank you thank you